宇宙从哪里的 不是一个神去自制造的 不是的 是缘起 缘起从哪里是从自信 自信有没有从哪里 自信没有 自信发而若实 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到什么时候 你才真正的彻底明白了 成佛 那修道 如来的境界 修道 妙觉点 但你就全明白了 真相大本 是明心坚心就知道了 那是 是暴徒里面 四十亿个位置 最低的 大车大物 明显解析 出诸 出诸 菩萨 不齐心 不同念 不齐心 不同念 拉来的等级 那么师尊跟我们所说的 四十亿个等级 是主 是心 是回想 是地 四十 再加上等级 四十亿个位置 四十亿个位置 真有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说真 说有 说有 因为他们 习气 没断感情 是从习气 后博 说 四十亿个位置 地位又低 习气中 越往上面去 习气轻 到妙觉 习气 完全 当干净了 无事无名习气 除了障碍你 回归长济光之外 其他不障碍 所以 你的智慧 神通 道理 跟 究竟果位 就是妙觉如来 没有念样 你有能力 分身 变化 在舍法界 一切诸佛插头里面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自在 吸引神 说法 众生有感 你就也 千处祈求 千处一 感应到 叫 不可思 那 我们每个人 都不是 孤独的 无量 借来 生生世世 跟我们 借缘的人 也是 阿神 起诉 无量 无便 所以当我们 自己 真的 法身 菩萨的 果位 肯定 不 忍 忠实 特别是 忧援忠实 他 他欢喜 跟你 接近 你跟他 说话 他相信 这有缘 没有缘的 你叫他 他不接受 他不相信 那是没有缘分 那 发气 无量 无量 无便 哪个地方 有缘 有缘的人 遇到苦难 遇到困难 你就会有感应 像电脑一样 你收到了 他的信息 自自然然 在他面前 就化身 时间长的 用印身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住世八十年 印身 化身 半夜 装死去 办完了 就不接了 时间 长短 不定 有人 几分钟 有人 几个小时 甚至 像 文殊 菩萨 神 变化一个乞丐 叫文杰 照顾世人老和尚 受难了 他散步一败去朝山 中途在旷野 病倒了 文叔自己救他 用一个乞丐的身份 让他一点不坏 陪了他两次 一个多月 化身 一个多月把他病治好了 他可以去朝山 乞丐不见 这就是 悲障碍 这就是 大自在 这就是